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留言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因为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也没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没有难过吗 我朋友好多好难过 他们说都失恋了 因为谁要失恋呢 因为周杰伦明年要结婚了 所以他们都说失恋了 好难过 那他女友是谁呀 是一个非常年轻 非常漂亮的叫昆凌 他是艺人吗 算是艺人啦 也是模特儿 非常漂亮 应该是有点混血 是今年才21岁哦 周杰伦就说 他在他之前就有说过一句话 说35岁要结婚 对结果要到35岁了 他就要结婚了 对之前周杰伦也有很多的女朋友 现在呢他是应该是第三个 不过也是个比较年轻的 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 也希望 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担心了 希望他们能够婚姻长久了 是也是祝福他们了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心碎了 好了那恭喜杰伦啦 那他应该是在明年生日之前 所以应该是在一月之前呢 就会结婚了 那这是一个喜讯 然后另外 昨天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发生在世界杯上 是吗 对没错 昨天上演了一个 非常劲爆的一幕 OK 就是有一位球员 大家叫他苏神 或者叫牙叉苏 牙叉苏OK 他的名字呢 叫做苏亚雷斯 来自乌拉圭的球员 昨天呢 因为他脾气比较急躁一点 然后他就咬了这个 意大利的球员的肩膀 OK 这个确实是 让大家也是傻了一下 不过这个也不是第一次 他咬人了 所以有些球迷呢 就就下赌注 知道吗 他就赌 这一次这个苏神呢 还是会在世界杯咬人 那赌率呢 是175倍 结果就给他堵中了 真的他就失控咬人了 然后这个很好笑的是 这个意大利的球员呢 他被咬了之后 他就 哇很痛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还要把他的衣服 就 然后女生这样子 把他扯出来 然后露出他的乡间 然后就让大家看 那个牙齿的印 就觉得 这黑幕太逗趣了 让我想起一个 一个动画片 什么动画片 一个动画片叫什么了 什么狗狗魔狗眼 魔魔术眼镜狗狗 还是怎样的一个动画片 也是 也是美国的一个动画片 然后当时呢 就有一句话 也是很出名的一句话 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收养了一个孩子嘛 这个小孩呢 他是个人 这个狗狗呢 就是个狗 当时呢 有一些人就质疑他 为什么狗能够领养小孩 随后呢 其他的人就说 为什么人能够领养狗 但狗不能领养人 所以当时呢 就因为这些话呢 这个狗就生气了 到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给咬 咬了一下子 原来你 你 你 如果是你这样子去咬人的话 你怎样教育你的孩子呢 你的这个人的孩子呢 所以就有一句话就说 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对吧 对 我们看到网上还有一些网友呢 就把这个苏生呢 就做很多的PS 然后把他弄成吸血鬼 把他的牙齿弄弄长啦 等等的 就是很多恶搞就对了 这个确实是昨天 一边看面子书 一边觉得 就是一直笑 一直笑 太搞笑了 这件事情 所以球场上呢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无奇不有 既然呢 既可以去看球 观赏球赛 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球员 也可以看到足球美眉 也可以看到一些打仗的事情 也会发生 也是很丰富的一个训练了 对 不还希望这个 运动精神第一啦 大家开开心心的一场比赛 对 好 我们再转移 转移一下焦点 看另外的一个名人 这个名人就是李嘉诚了 谁就有新搞作 对 之前记得 他是有一个人 投资了一个人造蛋 对 已经上那个菜市了 对 不是菜市 上这个上柜了 上柜了已经 那么现在呢 他又有一个新的投资 这个新的投资 什么呢 就是3D打印肉 现在加成全是投资了一些人吃的东西 而且人吃的东西都不是天生的 是靠科技的 科技造的 生物工程造的 之前那个人造蛋 也是通过生物科技来制造 那么这个3D打印肉 也是通过生物科技来制造 我们记得那时候 就是3D这个东西 之前就说过 3D有很多的 让人很惊讶的成品 打印出化妆品 打印出房子 打印出什么眼睛细胞等等的 现在就是李嘉诚就说用这个3D的科技 打印出这个人造肉 对 怎么才能打印出来呢 他说他有一些配料 这些配料就利用糖 蛋白质 还有脂肪 还有肌肉的细胞 等原材料 打印出了肉 这个肉呢 和真正的肉 有相似的口感和纹理 但是也许没有真正 没有和真正肉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有相似的口感和纹理 同时呢 他说了 他说 这个 他能够 这个 这个肉呢 他是从一个动物的细胞皮质里抽出了几个皮肤细胞 抽出这几个皮肤细胞之 经过3D打印之后 就能打印出一片肉 第一片打印出来的肉 它是由两公分 乘以一公分 也就是两公分长 一公分宽 还有0.5毫米厚度 见方的这么一个肉片就出来了 哦 让人很感觉到现在的科技确实是很惊人的 有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到底去到了一个什么年代啊 是不是 当然很多时候科技刚刚推出来的时候都会吓到很多人 但是或许不久之后 它确实变成一个 可能再过个50年100年 当这个世界的资源已经是越来越少的时候 大家可能为了粮食在快要打仗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救了一部分的人类了 因为你看可能当初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有手机 没有办法想象有电脑 当时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很疯狂的东西 可是现在每个人都在用 现在我们看这个真的觉得很疯狂 你看你这场说 你要用个3D打印机的东西变成你的食品 你觉得好像很可怕 但是后来你想想一下 其实我们有些是想生活的食品也是很可怕的一些事情 我昨天看一个电视节目 我就讲到说 有一些酱油啊 在中国和台湾的 曾经是用头发弄出来的东西 就是有些说是黑心 就黑心 对对对 就头发或者毛泪做出来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很疯狂的年代 可能我们以后的疯狂是更加更上一层楼 以后 以后其实我们 我们的生命 不由自己在控制 是由于全富 是由那些具有金钱 具有权力的这些人在控制着 以后我们既然就是 假如我们不想吃这些打印出来的东西 但也没有办法 这些投资商 这些大喝们都是投资这些东西 那么投资这些东西的市场商品上就有这些东西 那么有一些真正生产牛肉羊肉或鸡肉的这些厂家呢 他感觉到这个3D打印 它的成品更低 它的价格更有回收率 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自己本来的原产业来投资这个3D打印 那么以后的市场上就越来越多的这种不是原装的 不是自然的 而是这种3D打印出来的肉 那么也逼迫的人不得不吃这些肉 所以这个肉我们又不能确保它的安全性与否 还得经过一段实验 所以人感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得不一而活着 是以前我们早上会觉得说 有demand 所以有supply 有需求 所以有供应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 我们就是有demand 我们消费者是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其实想想一下 其实这个所谓的选择权利也是 人家给予你才有的 所以现在是人家supply什么 才变成你 原来我有这个demand 我们demand也是被控制或者被操纵的 不过我还是相信现在还是吃 大家好好感受 还是说吃正常的肉 自然的肉比较好一点 一旦以后快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真的没有肉吃了 真的没有蛋吃了 不妨吃吃这个3D打印肉 和这个人造鸡蛋 也是能够维持生命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所以还是说好好的把握当下 就是享受一下大家现在所吃的东西 也感谢一下这些 就是当下能够享用的食品了 对我们刚才也谈到中国 咱们再看一下中国的事情 中国最近的一个人 他是中国的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军 他就访问了台湾 那么前几天我们也知道 这个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主任王玉琪 他也访问了中国在西安 所以现在中国这方面在回访 回访的过程当中呢 就很多人就担心了 无论是台湾内部的民众来说 还是当事人包括这个陆台 办有台湾行政大陆院的委员会的王玉琪 他也担心 那么在野党的人也担心 担心什么呢 其中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陆委会的王玉琪 他就说了 他说希望张志军能够防卫台湾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 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应该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很正式的一个表态了 同时呢 在野党呢 他们也也是有这部分担心的 他们也说 首先是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他就说了 他说对于台湾的前途 由2300万人来决定 这是很坚定的立场 这是台湾很坚定的立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强硬的声音的背后呢 中国这方面 好像似乎看了这个照片 这个张志军还是微笑的在面对 而且他学了台湾语 米南语 给大家靠近 就是比较亲切了 因为台湾都是说台语 他特别说是不太标准的米南语 他就说了两句 一个是大家好 大家好 跟台湾乡亲 大家好 就是台湾乡亲大家好 这样子 就是让 我感觉说他 比较要展现出一种 比较 不是那么高傲的态度 因为之前不是一些报章上 就说的那种什么 13亿人 还多啊 就感觉很高傲 这样 但是这一次 这个张志军 所表示的态度 是比较温和的 并且呢还特别有提到 这个是在中国的台办官方发表说 这一次张志军去台湾 是带着耳朵的倾听之旅 就是说要愿意听一听台湾 台湾人的一些行声这样子 对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 另外一部分可能就不太愿意的 除了蔡文宁之外 还有20多个台湾团结联盟的成员 就高举着这些布条 说什么张志军滚回去的 这样看板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一些情绪存在 对 还有说驱逐统战匪军 捍卫台湾主权 翻这些就有一些牌表 一些班纳啊 就在机场应该从几张举着 甚至还有写一个 欢迎张志军到台湾国 还要写个台湾国 对 在同时呢 张志军他也说了 除了他学台语了之后呢 他还去乡间 他说我希望我这次来访台湾之后呢 我想去乡间去基层走走看看 真正听一下台湾人民的先生是怎样的 他们的诉求又是怎样的 呃呃呃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见 还是很坚强和坚硬的 台湾这方面呢 他你看刚才说了王玉琪这些话 还有他的民政党在野党的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说的这些话 其实他以这个他说的这个话的背后还有隐藏的意涵意思 就是说他他害怕 他害怕呃我们台湾是台湾 我们有自主权 我们有我们的人民 我们有我们人民的生活方式 请无论怎样 请中国不要干涉台湾内部的一些事物呃 人民生活方式的一些一些一些状态 但是这这是台湾这方面的一些担忧 他害怕他害怕因为最近这几年来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小孩是在各个方面的 他会在台湾有渗透 这种渗透呢就会让台湾人民去害怕 让在野党包括他的官方的这些呃 呃应援呢也去害怕中国的这种势力 但是呢呃中国这方面还有一个强硬的势力 强硬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呃中呃 他们的认为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嗯 持久迟早台湾是回归中国的 这也是中国的这方面一个强硬的立场 呃是但是似乎这两个强硬的意想 目前现在来说使用的方式和方法略有一些温和 呃中国这方面是有一些温和的 让我感觉他是不是因为很有自信 所以他就觉得没关系你要当个小孩 你要闹就闹 我就问给你给你点糖 然后打挺一下 然后给你点糖 这样子的那一个做法软硬兼施 反正他觉得说总有一天啊 反正我现在经济这么雄厚 总有一天你就是我的囊中物这样子 嗯 你看现在就呃就连这个美国的希腊人 他本身也是有提出了一个呃 算是他的看法啦 或者是劝告吧 或许可以这么说他说台湾呃在面对 跟中国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要小心一点啊 精明一点如果太过依赖呢会让你们变得脆弱 对台湾你在必须在决定对中国开放的时候 要把握好你们的这个程度 否则的话呢你将失去经济独立 这个时候呢就变得说你会依赖中国了 对所以说中国呃这方面他现在以软的方式在在做这些工作 呃呃其实一直我也相信希拉底说的那句话 他说你跟中国在相处的时候 你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精明 精明一点 他知道中国这方面他是打什么算盘 呃老谋深算 呃不知狐狸狐狸里是卖的什么药 大家但是也是可以猜出来的 呃中国这方面他是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那句话 温水属青蛙 我慢慢慢慢的吞噬你 无论是在先首先是在经济上 我慢慢慢慢的让你依靠我 经济上依靠我之后呢 我慢慢慢慢在文化的进入 文化的进入之后 毕竟是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底蕴 和他这些文学作家的底蕴 和中国的这种历史文明的底蕴 他是相同的 所以文化的在接通 文化接通之后呢 政治思想上在进入 也许我现在不能不能够确保 是不是中国有这方面政治思想的进入 但他对于香港来说呢 慢慢慢慢也是有一些政治思想在进入了 不知道具体以后 或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 中国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思想 是不是能够能够得逞 呃不过不过现在看来 双方还是呃的确还是 台湾台湾人民还是需要去去去警惕一些的 呃有一有一些 呃世界世界上的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对呀有些 呃有权力的和有金钱的人 他们就无可置疑 肯定是有很多人感觉的不满 为什么他们能有说话权 为什么他们有强势的实力 在做着世界 在做过着 做着一些规划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就是权力和金钱 在统治的 是除了权力跟金钱呢 或许有权力跟金钱的人也会被窃听 但这个也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我们可以看 我知道说在2011年7月的时候就曝光了一件事情 就是英国的世界新闻报呢 就窃听了很多人 那超过呃六百个人 那其中包括了往事成员 一些内阁大臣体育或者是文娱明星 或者一般的普通的这些刑事案件的人都被窃听了 这件事情呢也在开审了 是吧 嗯 对 也是开审了 传媒大亨也要被列入嫌犯了 是 呃 我记得当时在传媒大亨下面 他有个卫报哈 英国的一些卫报 都是这个美市集团下面的 就是 美德集团下面的 呃 那么当时呢 卫报就揭露了几个美国的这个 斯洛东 他揭秘美国的一些情报事件 呃 有一些媒体呢 呃 当时的媒体就是 因为这些报道 因为对于斯洛登 呃 揭发美国这些窃听新闻的这些报道 呃 而 而感觉这个卫报是一个新闻 呃 公正啊 不怕不怕强势的一个报道的立场和媒体 但是呢 呃 反过来媒体反而用这种东西为自己也增加一些利润了 你包括现在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新闻报 他也是美泽集团下面的一个新闻报 这个新闻报呢 他长期就是控制或长期来监听 其他的一些政府要员的电话 包括其他 他想要采访当事人的窃听其他人的电话 因为这样子的窃听呢 他就损失了很多钱 你包括他在 呃 他应该是他 我看一下哈 他在 呃 在一 呃 应该是消息指 哈 当中有718宗涉及窃听电话留言的民事所长 他已经赔偿 实际上有20宗涵在处理 但是现在已经赔偿超过了45亿美元 也就是168亿6550万令吉了 已经损失很多了 但是这个案件还是继续在进行着 呃 最后也许在这个月和下个月 当局就是法律部门当局就会对啊 传媒大航梅泽进行审论了 是可以看到说呃 目前为止 这个传媒大航呃 呃 梅多呢 他本身也有去到这个听证会 他在这个听证会的时候 还还说了呃 这今天呢 是我一生当中最谦卑的一天 同时还表达呃 这个歉意 不过呢 他却彻底的撇清责任 那一问三不知 这样子 坚称自己跟这个窃听案是呃 觉得说自己是没有必要为这个负责任的 呃 但是到底事情是怎么样呢 呃 这个或许啊 大家也会有所的可以猜测了 不过因为这个还是在这个审判当中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真的在这些 不管是在像英国这些国家啊 只要是可以有利益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一些像香港啊 等等这些地方啊 狗仔队啊 或者是 其实在在欧洲 欧洲也是这些杂志 只要你拍到什么照片 有什么录音 这些其实都可以卖很多钱的 虽然你刚才说已经损失了一大笔 赔了很多钱 但你看我们刚才说的 他窃听的都是这些王室啊 明星啊 呃 甚至是一些大臣啊 可以得到很多的机密消息 但是这个也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问题 来如果说这些秘密的话 不小心泄露出去的话 或许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了 对 所以说呃 我们的媒体 他他也是呃 他有有利的一方面 他也有有害的一方面 还是分别去推戴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你好 我是周美芬 你正在收听的是榴莲FM 榴莲当头 我是爷爷 榴莲照 神奇 好在这里 首先恭喜周美芬了 当了一个副部长 是 副女部副部长 对 等一下我们再与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于宗教的一系列的课题 嗯 呃 宗教的一系列的课题呢 首先看一下就是呃 应该是昨天我们谈到 嗯 你说啊 我们昨天不是有谈到说呃 这个庭令的出来吗 就说呃 今天应该会有更新吗 因为这个改教 就是庭令说呃 是这个呃 这个民事法庭高于伊斯兰法庭这件事吗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 呃 明天应该还会有一些新闻出来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或者是有不一样的另一方面的声音出来了 嗯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再跟进一下 就是确实有一呃 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就是说呃 这个全国警长呃 警察总长 但是李卡利呢 就说了 他今天强调啊 警方是不会执行这个庭令 到会监督改教的父亲与孩子 以及整件事情的进展 哎 又好像有点小退缩了 所以昨天的感觉就是 所以是总警长卡利有些退缩了 嗯 对因为昨天 昨天感觉上 他是要执行这个庭令了 就是说哎 要把这个呃 呃 爸爸那边 把这个孩子呢 转给妈妈 但他今天就说 哦 他不会去执行 他只会监督 嗯 就把自己 为什么会改变了 他一下子是中立 又一下子去执行 现在又又保持中立 个人的自由权利 真的是很大 是去所以之间我们之前昨天说了哈 说也许说呃 这个高庭啊 这方面还是有就是联邦政府这方面也做了一些 我们说的是或许啊 我们猜测 猜测 猜测一下 猜测一下这方面 或许是有一些 有上面的一些旨意存在着 哎 但是今天呢 其实总检察长总警长卡丽他自己的权限是也很大的 他包括他呃 一时间他会他一时间他会保持中立 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保持呃 保持我要我要去抓捕这些人了 我要去应该是民事法庭 按照民事法庭这边去走了 哎 但是呢 突然间今天又开始改口了 改口说我还是保持中立 我也不站在民 呃 一心法庭这方面 我也不站在伊斯兰法庭这方面 我也不站在民事法庭这方面 呃 那么还是还是我们只负责什么呢 只负责监督改教父亲和孩子 及整个事情的进展 这是我们的责任 其他的我们不会管的 那我就我就好奇了 他监督的是到底是哪一个判决呢 他是监督把把孩子给给回妈妈呢 还是监督孩子保留在爸爸那边呢 虽然我们大概这样子的猜测 可以是知道说他是呃 他是比较倾向可能就是在这个民事法庭说要还给妈妈 但是他去一起重申说 哦 我们只是监督 我们只是监督 我们是中立的中立的 那哪边都不想得罪 是吧 我可以是想猜一下啊 这是猜一下 有几个几个猜一下总警长的心情 猜一下总警长内心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来回的变化 呃 也许这一方面是怎么想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我就保持中立 我两个方面都不想得罪 一方 而且是他也是个穆斯林嘛 就有宗教情节 所以伊斯兰法庭和民事法庭这方面 我不能权衡 所以就保持中立了 呃 但是突然间他又开始想对付 或是想去抓捕这些人 呃 还是受到了高庭的一些压力 他就想这么去做了 哎 但是今天包装又出来 他是保持中立了 也许他会想 也许他会想 呃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伊斯兰的某些团体 或者某些人士 给他施定压力了 这是一方面的考量 还有一方面的也许的考量 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哎 他他他会想 我为什么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啊 我我应该还是建成我原来的中立的立场 呃 也许我们刚才有 你把他比喻的好像女人了 我们好 我们其实我们刚才好多的 还有好多的也许啊 但是他最有可能的一个也许就是 来自于其他反对声浪 或者是一下特定 压力吧 压力 所以他才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些初衷 而这么做的 不过回想起来也是 为什么总经长的权力这么大 他想抓就抓 他想不抓就不抓 呃 也许奈吉给他的权力也是很大的 我想不只是权力 或许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执法单位 那执法单位就是有这个权力去去执行吗 那当然在只有 当然他也有这个选择啊 就是扮演监督的角色 毕竟说在两个 都是庭啊 一个是啊 这个民事法庭 一个是宗教法庭啊 一个伊斯兰法庭 这两个庭啊 不知道应该要在哪边的时候呢 他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球啦 因为如果说你一向刚才说的 你看他昨天比较可能比较倾向了这个民事法庭 相信他肯定受到了很多 啊 应该说我相信啊 这是我一厢情愿 相信啊 收到了一些压力等等的状况了 我从头都指着都收到了一些 对 我现在说这是我本身的 一厢情愿的相信 OK 那才会有今天的一些转变 再不然也有可能是 呃 另外一个可能性啊 就是可能媒体的报道 昨天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相信 可能他说的是另外一层意思 但是让我们感觉到说是 他他比较倾向要执行这个 呃 民事法庭 嗯 因为他这边有有特别强调说 呃 这个社交网络媒体在这件事情中 有明显的乖离 呃 这个报道 引起了民众的混淆 以为警方刻意违抗听令 有损警队的声誉 对警方有欠公平 嗯 所以可能我们在一些媒体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诠释的时候 会有一些 呃 跟跟他们本身的意愿不符合的状况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多多听各方的一些报道 嗯 当时我记得 呃 我们在报道这方面的事情还是很赞同卡里这么去做的 就是中立的立场 中立的立场去做的 我们是很赞同的 因为他保持了一个 他他是个马来人 他是个穆斯林 但是他没有站在伊斯兰这方面 他是一个总警 但同时他也是个总警察长 所以两个身份当中他保持了一个中立还是核心合理的一个方式 目的 呃 错是不错在 错是不错在总检察长卡里的身上 错是错在 民事法和伊斯兰法 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现在模糊 不知道谁高于谁的状态上啊 还是希望有些人出来能够说说话 确实是民事法庭高于伊斯兰法庭 还是伊斯兰法庭高于民事法庭 我也向林基祥先行学一学 叫某些人出来说说话了 说说话了 这另外一个也要说说话的 到底这个就是雪州伊斯兰教理师会 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啊 去这个策 销毁 这个圣经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媒体报章上 他们本身呢 童言说他们将会继续的扣查 这个有阿拉自己的圣经 并且强调他们有绝对的权利 那这个权利是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呢 还是到底 到底在根据这个宪法 还是什么一样的一个状况 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呢 但是他们却就下了这个海口了 对 之前 之前其实这个案件 苏丹已经下了一个议令了 苏丹下了议令 就是把这个案件交给总检察长 让总检察长提控到法庭上去 用法律来解决彼此的争端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就不明白 雪州的宗教理事会 他还是很强硬 他也不把他交给总检察长 他还是把圣经扣在自己的手里 而且并且扬言 强调他们说 他们有绝对的权利销毁 销毁从大马圣经公会办公室里 所扣查的圣经 就是强硬的声音 我不知道现在 现在应该是说这个雪州 伊斯兰宗教 就是这个教理社会和雪州的理社会 两个部门吧 他是 他 他一方面 他是苏丹下属的 这两个部门 之前伊斯兰党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下属这两个部门 既然苏丹在这个方面上 在这个伊斯兰 应该是伊斯兰事务方面 他就有绝高的权利 绝对的权利 最高的权利 那就我们应该听取苏丹的话 照着苏丹的声音去做 苏丹让我们把这个东西交给总检察长 再让总检察提成给法庭 那么这两个组织也应该听苏丹的话 照着苏丹的意思去做 所以说我现在不明白 为什么他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 也没有去 他其实有强调说他有这个权利 但是他还提到说 因为顾及到和谐和正义的因素 所以他就会交由检控官的决定 或许说这个话是因为 刚才说的苏丹的一个预令 他总要给苏丹 就是有感觉说有在听苏丹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顾及正义和谐 所以交由检控官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担忧 你看他本身还是说了 他们的执法组将继续在这水州里面展开一些禁止 派发有关圣经的行动 就是应该还有一些有阿拉基演的圣经 他就会去禁止 而且同时也会毫不犹豫的扣查这些派发正圣经的人 对 另外的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雪州宗教理师会 他现在的权利也是挺大的 我不知道 也许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有些偏和 也许他没有说到他听从苏丹命令的哪一个部分 他只强调了他有这个强 强调有权销毁声音的这个部分 也许他对面也听了苏丹的话 我们只不过是报道没有报道出来 他还有说媒体跟我们的一个印象 他后面也补一句话 他就说他交由检控官决定 也就是苏丹说的要交给法庭 他刚才也是在补的一句话 对 后面在补的 就是他说 他下面就有说 他是接受总检察长不提供的决定 但是他不同意那个理由 不过他还补充说 我有权利 不过我是因为顾及这个和谐跟正义呢 所以就交由检控官决定 所以后面还要再补一下 给自己铺个台阶下去 对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现在雪州的医理事会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他不是完全不自由的 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他可以有一些自由去做上 做上自己愿意说的一些话 愿意说的一些事情 同时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总警长卡丽 这方面也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自由度 他也可以自由的 就自由的去选择 我是保持中立也好 我也是保持一个 保持哪一个态度也好 总之他是有一个自由的空间的选择度的 那么这个自由空间的选择度 应该是来源于哪 这个来源于哪 就是我们之前几天所讲的那个纳吉的弱势平衡 他需要这个声音起来了 他需要让另外的一个声音去压一下 两个是两个方面比较平衡一点 但是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权权术来说 底下背后隐藏着一些东西 一些略略少少的一些隐忧 这些隐忧就是他所造成的东西是每一个 每一方他都会有相对的一个自由权 你可以有自由去说这样子的话 那么另外的一方也又可以有自由说那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自由权如果是越来越多的话 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就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很纷乱的状态 很乱就什么声什么声音都可以听到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党纳级是不是自己手里是有一根明线的 是有一根绳的 是有一个底线和原则的 能够把这个底线和原则给掌控住 这个乱象他才不会爆发出很多的其他的乱象 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声音也不完全 就是他可以是件好事 也可以是件坏事 那个也要就是决定于说 这个民众啊是不是有这个成熟度 去接受这些言论 你爱怎么骂我 我都不会因因此而愤怒或者是因此而暴动 或者怎么样 我就接受说 当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就要接受有一些声浪的 一些可能让你觉得刺耳的声音出现 但是如果说当民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度的时候 可能就会像你刚才说的引起一些纷乱了 我们在看到说 当在一个地区 如果你像一些像穆斯林说的一些话 可能也会引起了另外一个遭遇 我们在看看提兰丹州的这个议会呢 就通过了要修正一个法案的 就是2014年丹州管制和限制非伊斯兰教的宣教条例 就赋予这个警方跟副检察师可以有这个执法权力 来对付那些像穆斯林传教的非穆斯林教徒 对 它这是一个新改的条例 原来的条例呢 它只是限制伊斯兰市 伊斯兰教事务局执法官员有这样子的权力 但是现在他把这个权力给放开了 放开给谁了呢 就是放开刚才恩斯所说的警方还有副检察师执法 他们两个可以有这样子的权力了 吉兰丹州也是对于宗教方面也是收紧了 一开始他是没有这样子 还是比较放松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他紧了 紧背后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 为什么他紧了 也许他这个限制的说非伊斯兰教徒 仅止非穆斯林向穆斯林宣教 我们不妨可以猜想一下 是不是现在的一些 无论是雪州来说 吉兰丹州来说 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 这种现象就是非穆斯林教徒 频繁的向穆斯林教徒宣教 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就导致了 不管是吉兰丹州 雪州这方面 吉兰丹州他就试试了一些严禁的一些法律 把这个现象给抓得紧了一些 是我也有这样这方面的揣测 我个人的揣测 因为看到像之前 为什么就区区的那几这个圣经 也就是马来文版本的 又有这个阿拉近 为什么会要反应这么大 而且呢这么坚持 不要不要的归还 而且刚才还说的 如果有人继续这样派发 他们就继续逮捕 是不是为什么会要做得这么紧 然后在同时再看看这个 这个吉兰丹州 我就突然间把它都联想在一起了 就说或许就是有一些在 这些非穆斯林呢 就觉得说 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宗教 跟这些马来人分享 或者是穆斯林分享 但是这个这个举措呢 可能他的出出发点是善意的 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宗教 但是可是在在马来 也许不是善意的 都有可能 对于他们来说是善意的 他们本身出发的 因为他也不会 因为他既然是自己的信仰的话 他也不会 我可以确实是有一部分 我们可以不能排除 另外的一种一种情况出现 对一部分刚才就像恩斯所说 一部分是想把自己的宗教 自己感觉这个宗教 给自己带来平安 给自己带来幸福 所以把这个宗教教 传给别人 这也是他自己的任务 意愿和任务 但是不妨还有另外一个群体 这个另外一个群体 就掺杂到政治因素了 这个政治因素呢 就导致了这样的现象的发生 对所以说 还有两个不同方面的一个考量 不过现在我们所说的 都是一种猜测和可能 对 我觉得当时加码还说 不要不要 我怎么说来的 他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也不管了 请那些人不要提供我 我说就说了 是因为因为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 不过这个有的时候 也是道听途说 就或者是一些朋友 我聊天的时候 了解到好像有 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所以才看到说 有采取这些行动了 所以可能 有的时候你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 去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语境里面 因为如果说你这么说 会许有一些非 这些非穆斯林会说 那你们穆斯林 也不要来上我们传教啊 就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你来跟我传教 是不是你也要被对对付 对不对 要公平嘛 对不对 那是 可是马来西亚 就是一个比较 特殊的国家 那我们了解的民情是这样子 的话我们就互相尊重各自的宗教选择 法律不应该指向执政当局倾斜 法律应该是平等的 我是吴建南律师 这里是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灯头 我是妍妍 好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可爱的熊猫吧 是他们有新的名字了 到底是什么名字呢 就是一个叫 就是一位呢 要一个吗 一位还是什么 就其中一只 有一只叫做星星 另外一只叫做亮亮 所以现在把我们难为的 也都不知道 应该叫一位还是一个 一只 也不知道是动物还是人了 是因为他太好命了 你知道吗 然后把他说成动物 就是说 他已经好像比我们还珍贵 OK 这些福娃呢 就是这个男宝宝 OK 他叫做星星星 就是意思就是说 最高兴的兴 就是很兴旺的意思了 然后另外一个叫 静静 亮亮 其实这个字有几个读法 不过就是广东话 就是亮楼那个亮 就亮亮 这样子 亮亮 对了 这个取名字的 当然我们看到网民 有很多的创意啦 就有些说失望啦 就说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啦 然后有的人讲说 应该叫做什么 端端 般般 这样子 或者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很喜欢叠字哦 因为像台湾也是叫做 团团跟圆圆嘛 团圆嘛 然后有人说 就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 那个叫什么 创意啦 有的时候应该叫做 轻轻 有人叫做 呃 什么 这很多很奇怪的名字 或者是什么 吧 呃 就是说不是好 我觉得不太方便讲了 有些是脏话 哈哈 OK 可是 就是你们可以自由的发挥想象啦 有很多网民的一些创意 对对对 节目18 OK 不要不要说脏话 我还小 我当时看到这两个名字 为什么要叫这两个名字 那么一个信 信信啊 信心啊 信心就是意味着 生啊 兴旺 兴旺 繁荣 另外的一个就是亮亮 则有美丽漂亮的意思 应该女孩叫亮亮 男孩叫兴兴了 嗯 呃 也是中规中矩的两个名字 但是有很多的 网友也为他们写了很多的名字 呃 但我 我是很好奇 为什么 可以取出有特点的一个名字吗 对 特点都是脏话 哈哈 可是我就是呃 比如说 OK 这个比较比较OK 一个叫做鸡鸡 他说应该一个叫鸡鸡 另外一个应该叫白白 嗯 听得出背后的意思了吗 鸡鸡跟白白 OK 呃 带一点颜色的朋友应该就想到了 可是我就是很好奇说 为什么大家会 你看取的都是这些比较不好的名字 对 OK 其实是不是其实大家对这个熊猫是有一定的怨气呢 嗯 就是呃 还是就是不太 什么心里面还是有一些酸溜溜的 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熊猫会会这么受关注了 然后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啊 然后就是给了这两个这个两两个中国来的动物啊 就是会还是会有一些不满呢 就是这两只动物真的不只是动物 它就是有很多的政治色彩的 之前我们谈过这个熊猫的问题 也许有两方面的意见 一方面的意见就像恩慈刚才所说的 也许呃也也也也许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啊 就是比较酸溜溜的意思了 嗯 另外的一个意思 也许这个熊猫 这个熊猫馆的开放和引进熊猫是国陈政府所做的 那么国陈政府花这么多的钱 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 还把两个熊猫接过来又花了大笔的钱 他比一般人都想很大的福了 根本就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换成名联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呢 也许意见就又不一样了 是 所以还是不同的有不同的群体 有不同的意见了 那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关于价格的关系了 价格也是有点高 所以让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 又是要坑我们老百姓的钱 如果是便宜的话可能还好 是吧 因为你看甚至有一位网友一个说 一个应该取名叫浪费 另外一个叫破费 其实有很多网民各种各样的创意 甚至有的还说 人家明明是熊猫 为什么要叫他猩猩 那个猩猩 有那个双关语 那个gorilla 不是gorilla 那个monkey 是gorilla吗 OK 就总是就是猴子 那个猴子的猩猩 OK 就说明明人家就是熊猫 为什么要叫他 硬硬要叫他猩猩 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 这样子 确实通过照片 你看前面一个照片 我刚才今天看了 头版头条的一个照片 就是纳吉 用一个竹竿 在给这个 不是给这个熊猫喂东西吃 旁边的很多人都在看着 那么在里边的一个照片呢 就纳吉的夫人罗斯 他也拿着一个猪肝 在给这个熊猫喂吃的 旁边纳吉还笑呵呵的 感觉还是很开心 看着熊猫 也是很可爱的样子 不过这两张照片 如果发放到网上去 又有一份热烈的争议了 相信会有了 不过其他的民众 我看了一些 也许是长时间的耳鱼目染之下呢 我就观察这些民众 是来自于哪个族群的比较多 也许比较片面 在照片上看 那前面那个照片 马来人应该是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群体来看了 也许是一个片面的 只是一个照片的一个影像 但是还是反映出 纳吉旁边站的 应该都是马来人吗 也无所厚非的一件事情 是 好了 我们再看关注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空气了 这两天呢 感觉比较好转了 因为前几天真的是那个 烟麻药 就是让你觉得说 雾里看的花 每个人变得 雾里没有花 没有花 感觉大家都变得比较帅 跟比较美 因为朦胧美 看比较不清楚 会比较好看 对吧 那现在的空气指数 也比较好了 已经八个地区 已经脱离不健康的状态了 目前为止呢 好像只剩下 应该是在美里那个地方 因为美里有发生的一些灵火 所以呢 就会 烟麻还是比较严重 除了之外呢 都比较有好转的现象了 对 八个区已经脱离到不健康的水平 那么现在 就是全国的烟麻状况 也已经改善 大家也可以出来 多走动 走动了 走动走动了 不过还是 避免小心呢 还是需要戴上口罩 多喝水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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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应该是不变的 是对对 就是日常生活 还是要照顾一下 生活注意一下吧 不过我们也知道说 天气热了 就很容易会有 这个灵火发生 那有可能 有些是天灾 就是可能太热 他自己起火 但是另外一个呢 也有可能是人为 可能是丢 丢一些香烟头的时候 所遭火的 但有一些 或许是一些地主 他们为了比较方便 要改变他们的 这个土地 就用烧巴的方式 所以呢 也会让这个空气 变得更糟糕 所以目前我们在看到呢 就是雪州大臣 丹西卡丽就说了 这个雪州政府呢 要展开一系列的程序 他准备要充公 这些涉及烧巴的土地 希望这个做法呢 可以阻合这些地主 不要再重 就重犯这个 这个 这个行为的 地主 现在又出来 新的地主了 以前我记得 在封建社会的时候 有很多的地主 地主 这个词句感觉 很像古代 是不是 地主 不过 不过还是 卡丽 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需要进一步 看到它的效果了 看一下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目前它表示说 在雪州出现了 49个烧巴的热点 非常多 所以也导致 我们也知道说 环境的状况 是直接影响到人民 很名声的嘛 所以可能就很快 很容易就会让 有名愿 所以呢 卡丽 还是要再赞赏她一下 动作很快啊 在这个 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就跳出来说 哎 下次谁在上巴 我就把她的地 给冲攻掉 不过我还回想起 她之前说的一句话 她也是 雷利风景的一句话 她说 她说 在圣经公会的 那件事情上 就是 她圣经 圣经 就从 刚才咱们所说的 那两个 两个伊斯兰团体 就是 宗教局 刚才说的 那两个伊斯兰团体 伊斯兰理社会 和伊斯兰宗教 应该是宗教局吧 这两个团体 那个圣经的事情了 当时卡丽呢 就说了 他说 这个事情 我要带去建苏丹 我周一的时候 也就是这周的周一 我们已经现在是周四了 过了三天了 这周周一的时候呢 我一定把这个事情 解决掉 不让这个事情 再做重演了 不过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解决 依然会有一些人数 出来喊话 而且态度也是很强硬的 也许 也许卡丽会明白的 政治上的东西 也许 你自己的意愿 不能够代表别人的意愿 也许别人会拖着你 不去做 但是你自己 光有这种意愿的话 也做不成事情的 对 确实是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事情 那个事情呢 就是 大家最近比较 应该是这两天 是比较关注的 一个事情 就是内阁 因为我们之前就看到说 在这位 我们的难级首相呢 之前在一个发布会上就说 今天 这一次呢 将会是这个西沙木丁 最后一次 以代交通部长的身份出现了 那我们就 大家开始揣测了 是不是要公布 那个改组了 大家就纷纷的 就在那边讨论呢 什么时候 结果 昨天马上 很快 效率很快的 马上就宣布了 但是呢 之前不是有很多的推测吗 之前就有一些部落客啊 讲说 可能 这个 这个我们的慕尤丁 我们的副首相 会被踢走 又有可能 这个 我们的首相 又会要兼任 什么财政部长 不是 内政部长啦 然后阿末扎西该怎么办呢 又说 又好像不对 又可能是这个 纳斯里 纳斯里 从这个旅游部 转到这个内政部 就各种各样的揣测 结果今天 昨天开盘了 昨天下午就开盘 结果 没有耕动 完全在巫统的 这些部长是没有耕动的 完全保留 与其说改组 不如说是扩张 是不是 这个事情 最近好多人都在注意 无论是党内党外的人 都在注意 都在 是一个热题 大家在私家里在讨论的 在新任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 新任的一些部长 看是怎么去加进去的 包括廖中莱 他现在是交通部部长 他原来是西山木丁 是代部长的 就还给了廖中莱了 其余的 还有马华的 梳理 应该是梳理 是魏家祥 他任了首相署的一个部长 但是不知道管哪个部门的 另外的 还有一个 就是首相署的一个部长 那就是马秀强 两位都是进入了首相署了 另外的三个副部长 是民政这方面是没有了 那么马华这方面有三个副部长 新的副部长 一个是蔡志勇 他是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 副部长其实在财政部有两个了 那么加上一个蔡志勇 不是 原来就有一个了 再加上一个蔡志勇 就是两个副部长了 另外的 还有一个副部长呢 就是国际贸易工业部的副部长 就是李志亮了 他也是新加入的第二个副部长 原来这个副部长就叫做哈敏沙木里 他也是巫统的 那么李志亮是第二个副部长 另外的一个副部长呢 应该就是周美芬了 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副部长 周美芬 原来还有一个副部长叫做阿兹沙顿 那么周美芬是第二个副部长了 看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说 好像是每一个部门都是有两个副部长 一个部长有的部门是有两个部长 两个副部长 也包括教育部和国际 或者是财政部 他都是两个部长 第一部长和第二部长 第一部长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纳吉 一个是慕尤丁分别是在财政部和教育部 他分别有两个副部长 就感觉现在好像看起来 整个部长和副部长比较拥挤了 副部长也有两个 部长也有两个 就是往里几几人的 而且这个首相署也这么 原来其实就有好几个 已经有八个了 对又加了两个 所以今天有十个 这个首相署的部长 是不是也太多了呢 所以我们待会的课题呢 就会跟大家一起再聊一聊 这个内阁的事情了